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王子华, 洞督少, 现在开始 谢谢, 别拍太多, 留些散场才拍 今天很多朋友我都不认识, 我眨眼看上去 所以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做王子华 你看到, 刚才Canwood不是我的英文名 我的英文名是Pampers 只是说笑 我今年30岁, 我很满意自己的状况 因为你知道耶稣一出世就知道自己做救世主 33岁死了 莫泽特几岁大, 知道自己要做伟大音乐家 35岁死了 我今年30岁, 我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所以我想起码还有30年玩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就是在红磡长大的 这样玩不好玩 外国做动作笑有这样的传统 如果那个人, 他走到上台去做表演 他在哪里长大, 他说了出来 如果你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那你就拍手掌 表示对我们长大的地方引以为荣 来多一次好不好 来多一次, 预备一下 预备一下, 预备 我呢, 就是在一个破碎家庭里长大的 哇, 很幸福啊, 大部分人都说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幸福家庭 那说真的, 一般人都以为破碎家庭是什么不好 不是的 其实破碎家庭是唯一的一样 可以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游戏 你绝对不会有些情形 有人会说, 哎, 爸爸妈妈, 爱就很爱我 不过一玩到破碎家庭 呢, 今晚又没有我份了 不会的, 一定是全家大小一起有份 有些人又以为破碎家庭一定很吵圈巴闭 不是, 吵圈巴闭的那些家庭是在玩卡拉OK 好像我的破碎家庭就非常平静 只是平静到它什么时候发生 怎么发生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已经离开了我和我妈妈了 我对我爸爸的唯一的认识呢 就是原来他不和我一样性的 他的腹性叫做不好 名字叫做提拒 我妈妈告诉我 妈妈爸爸叫什么名字 不要提拒 对 说真的, 正等于一个人生出来失明 不知道什么叫做看到东西 同样我也不知道 当我懂姓的时候, 什么叫爸爸 甚至乎理论上 我不知道原来一个人 一定要有个爸爸 我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爸爸只是选择 大部分人都有爸爸的 正等于大部分的车有心机 不是每个车都有的 是选择 所以我小时候很厉害 那些小孩在我面前常常提 我爸爸怎么怎么 我爸爸怎么怎么 我常常觉得很浪费 那些人有辆车 我的车有收音机 我的车有开棚 你不如跟我说你爸爸开棚 你爸爸食无元气油 很厉害 说真的 人越来越大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爸爸就是什么 爸爸就是 一支香烟 咦? 你吃什么烟? 没见过 老豆牌? 喂 啊 你试一下 哎呀 老豆牌真的很不惯 没吃过 喂 喂 不适合烟味 不适合口味 不适合口味 不过现在的烟贵 不要浪费 那 说真的 到今时今日 很多朋友 都以为我对我爸爸有什么偏见 其实不是 我对别人的爸爸都是这样的 黄梓华 在校长旁边那个 不是我爸爸 是吗? 让我看看 是啊 一看挺好样 特纯一看就知道 住家男人型 喂 不过没有泪嘴的 有很多东西说的 你受得了 甚至乎现在也是 很多朋友就会问 喂 黄梓华 你 这么多年没有爸爸 有没有什么不惯的 说真的 都戒了这么多年了 有什么不惯的 那 有没有爸爸对我来说 影响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呢 前几年我爸爸就约我出来 吃一顿饭 可能觉得这么多年 没有什么怎么样 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 说真的 没所谓 我一见到他就跟他说 唉 大家都成年人 大家是男人 大家都明白 就是 你当时都是一时之快 你都想不到 是你最快乐的时候 我会出现的 是吧? 你更加想不到你快乐的后果 我考会考只得三方合格 而且 说真的 大家都是男人 大家都知道 这些东西是我们唯一全天后的技能 那时候又没有加计会 又没有七十一 你都没有得选择 这些旧事 抹了它 不要提 不过另外有一样东西 我想跟你算一算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 都是用你姓王这个姓 我出世纸 我成绩表 我身份证 我被人抄牌张单 我被大耳窿追数 我都是用姓王这个姓的 你可以问一下 我叫做四晚 Kanwood 王子华 Kanwood给了多少钱 我帮你宣传王这个姓 我宣传了三十年 说真的 我觉得一个人 生儿子你可以不给钱 但是别人帮你做宣传 你不买单 王先生 我很难跟我别的客户交代 那收不收到的 我当然收不到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爸爸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背景 可能是黑社会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做子女的 我们就要醒目了 我们一收到出世纸 知道我们姓是什么 我们就先跟他拿一条数 然后每五年逐一次约 因为现在差不多了 就是以现今这个离婚率来说 如果真的要五年里面 你就要转第二个姓 那你就叫他新老爸 和他舊老爸 把他称了尾数 这些是他们赞助商与赞助商之间的问题 那你说的名字呢 又是有很多东西不妥 我觉得大家想想 我叫王子华 我老爸改的 子即是儿子 华呢 我查这些坏字典 就叫美观 你觉得我这些儿子美不美观呢 你又觉得司徒华又美不美观呢 你知道 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明星 叫麗哥慧珠又叫慧珠 谭慧珠又叫慧珠 所以其实我们的名字呢 我觉得不代表什么的 只是代表了我们老爸的喜好 所以你看到我们女孩 不是叫美什么就丽什么的 男孩不是叫肩 就是强 不是叫长 是吧 但是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很美很丽 很坚很强很长 不是啊 其实我们的名字 就是反映了我们老爸的喜好是什么 我觉得不如再走一步 我们的名字反映了 我们老爸是一个多么负责任的人 以后我们不要用文字来做名字 以后呢 我们用这个数目字 这个数目字呢 就是告诉别人 我们老爸养了我们多久 譬如我呢 我叫王二 这位叫陈十六 这位看法叫欧阳点三八 不定啊 可能呢 在座很多张三李四都不定的 有钱人就不同 有钱人就当然可以用钱 买一些点特权 可以用回文字了 所以何鸿燊的女孩 就应该叫做何一世 因为养她成小的 是吧 那李嘉诚的儿子 可能叫做你一世 你二世 或者叫做 你打笔直脚都行 但是这个社会呢 就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人 有些人呢 就是 糟了 他爸爸一天都没有养过 这些人完全是没有名字 这些人很多 你整个行家 我想在座都很多 那些就是 阿陈 阿张啊 就是这些人 而通常这些人呢 在社会上都会比较乖一些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发抄都很容易而已 就是抄到姓 那李嘉诚的儿子 就当然要 就是更加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打笔脚一千次 是很累的一回事 就是 你说 搞定个名字 搞定个姓 那没有老爸 还有什么坏的后果呢 说真的 对我来说 现在就认真了 真正有一个好不好的后果 就是 就是 从小没有老爸 影响到我到今天为止 我无论在哪个机构工作 我都觉得那些男上司 是很难相处的 就是我想 不关于男上司的事 主要呢 就是因为 我想我是从小没有被人 骂那种的习惯 被人骂那种的训练 好像我的同学就不同了 我的同学呢 他已经读了很多学位 不知道什么博士 但是我现在每次到他家探他 都见到他老爸骂他 这个臭小子你都没有知识的你 一张衣穿七你都不懂得怎么填 但是我这个同学呢 又每次都说 是 阿爸你对我 我没有知识 你有知识 我没有知识 所以我这个同学 现在在公司呢 就扎得很快 但是我就不同了 我每次在公司被老板骂呢 我就有种 被后腹刻薄的感觉 所以我一被人骂呢 我就辞职了 但是有时辞职都不行 有些老板呢 会抓住你 黄子华 你在我这里做了几年 训练了几年 现在说走 那你即是 吃碗面 反碗底而已 那我就会真的生气了 老板 我吃碗面 反碗底 还没想到 那我再说 那么当然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不过又的且 香港呢 有很多男上司呢 是后腹来的 另一方面 女波士就不同了 女波士呢 被女波士骂 就是好自然的 好舒服的 就是我被妈妈骂 他 COVID 但有个情形就比较惨一点 我回公司的女博士会说 王始华你回来不是睡觉就是去厕所 你当这里是你家吗? 这里是公司 然后我回到家我妈又会说 你还当这里是家吗? 回来不是去厕所就想着睡 我回公司又不去厕所不睡 回家又不去厕所 我的东西去哪里做啊? 但后来我想真一点 自己是太坏了 自己又过分了 所以我痛过去前飞 以后回公司我只是睡 回家就去厕所 大家都皆大欢喜了 我不知道女博士会不会欢喜 我妈妈就真的很欢喜 我妈妈是一个 叫我完全知道什么叫无爱的人 无爱是什么呢? 无爱就是不珍惜自己 我告诉大家 我妈妈很小就结婚了 很小就结婚了 很小就结婚了 不要紧了 最后她说很小就生孩子了 我想现在各位侍女就明白 你很小就生孩子 你知不知道对你的事业影响有多大? 家里太小就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很小就生孩子 对你腰围影响有多大? 如果我只有十多岁 我四十多五十串串 我不立即上深圳都天天找沈德堡来 三更多 二更多 出来啦 出来啦 但我妈妈没有这么做 我妈妈没有这么做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是她爱情结晶品 但妈妈 你爱情不够两年就完了 你没有爱情 你没有老公 你没有钱 你二十岁都未到 但有个三岁大的儿子 妈妈我教你怎么做 你应该立即带我去保娘局 介绍了我给张玛丽认识 你就好走啦 因为如果不是 这些什么新秀或者选美就截止了 行了妈妈你走啦 行了 有机会在白金巨星耀保娘再见啦 但妈妈不会这么做 后来又一次 那次我年纪很小 我发高烧 那时候我家里很穷 没有钱带我去提医生 就算有钱也没用 因为半夜三更去哪里找医生 就算有医生也没用 因为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 晚上没有车到的 那次我自己都打算 看完《欢乐今宵》才死啦 但妈妈没有让我死 妈妈竟然可以背着我 走出了九龙 借到钱 然后找到医生 然后打完针 吃了药 然后回回家 欢乐今宵都没做完 一个可以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做这么多东西 这么有效率的人 我觉得呢 他不应该去生孩子 他应该去开这些机场会议 而开开机场会议 这些人呢 就回家生孩子 有种其他人 但是妈妈不懂珍惜自己 她可以做大事 她不去做 她真的生我出来 只会照顾我 所以后来我也忍不住 我不能忍得 我为她制造一个黄金的机会 有一段时间我小时候住十三楼 那时候呢 那时呢 我家里有个露台露台 有个花架 花架用来栽花盘的 有一次我一早上走到花架里扮花盆 就是扮十号风头的花盆 很简单 妈妈只需要像普通正常女人一样 看到这个情况 我就肯定成为第一个坐过山车的花盆 但妈妈没这么做 她很害怕很静很静地走过来 只说下来 不懂珍惜机会 我一下来 但她就后悔了 不停地哭 哭哭哭哭 打电话给亲戚朋友 我觉得你后悔都没用了 机会过去就不会回来了 妈 我现在你不要叫我坐花架 我坐升级都嫌快 没有人喜欢跟我坐升级 因为我每层会按停它 上次上个礼拜 有个心脏病的人 跟我一起坐升级 我怕他赶不及了 我叫他走楼梯 所以 妈妈是不懂得珍惜自己的 但是也同时是很疼我们的 不过我想不是在座每一位都有我的经验 如果你没有我这种特殊的经验 你怎么知道你妈妈是否疼你呢 一个很简单的测验教大家 就是看你妈妈是否泪眼杀声 我妈妈每次打完我都哭得比我更重要的 这件事 在生物学上来说是不可以解释的 但是我可以解释 因为我妈妈每次打我我都提醒 她说哎呀 打在而生 痛在无心 哎呀 痛在无心 妈妈 这件事我都解释到 不过另外一件事我就真的解释不了 好了每次都是我妈妈打我嘛 那现在是我妈妈动我啊你 那但是你动完我 会是我变成石肩的呢 妈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错了 oric场下لى 每一次都是如此 每次都是瞑想 ient啦 我们会拯假才发问 能不能读 为什么在世上有的人生孩子出门 就为孩子井井波 benchmarks进水呢 但有些人生孩子出来 就变成了构就是落难的嫂嫂 游旦时度辅远 为什么呢 有人告诉我 您知道 没有爱是没有条件的爱 你真的想要想我 我真的想那些 disciplines 我只想到 你不能過 我以前 你不能過 我已經被人結婚了 我 我不可以過 你不能過 我只是於非 就是已经出名了 经常见家长那类人 每次我妈妈去学校要见家长 我的sir都会跟他说 哎 王太太 你的儿子 你知道吗 全校的老师都帮他改了个名字 叫做Landy 你知道为什么吗 烂泥 平时不读书不要紧 但是每逢到了考试时期 他会偷看 你不是偷看同学的试卷 而是偷看女教师的裙子 王太 你的儿子很难教 每次我妈妈回到家 她就会跟我说 梓华 究竟你大哥有没有想着做什么 我就会说 做事 开玩笑 我妈妈就会很生气 但是说真的 各位 你说这个世界 我想在座 有多少人小时候说要做医生 大过了唯一接触医学的机会 就是临阶症的时候 有多少人小时候说要做律师 大过了唯一接触法律的机会 就是犯法的时候 然后 我小时候不是说什么 说是开玩笑 起码我现在真的在开玩笑 对不对 过奖了 过奖了 不是崇高的职业 但是妈妈不明白 妈妈不明白也有好处 就是令她更加勤奋地去工作 不过我就真的 我都不断在想 究竟为什么母亲会对我们这么好才行 小时候都不明白 带过出来做的东西我就明白了 我出来做东西 在公司我见过有些人 为了卸锅就鼓吞人背脊 一天又鼓打二天又鼓 鼓在鼓 这个礼拜又不用剪指甲了 我见过人家验人钱 一次过把人家一生的积蓄 验光 不是用来做什么伟大 只是用来吃几餐的 不过也算有良心了 就是被验的人 都有份吃其中一餐 我见过人家左手煲汤 右手打小人 然后将打完那些小人 扔到那些汤里以来做缸头 我见过人家骂人 打人 斩人 整群整群地斩 我是说一些高级的名牌商店 不过幸好他们民族性够强 就只是斩日本人而已 すみません 十万英 二十万英 三十万英 好棒 终于都报到南京大菩萨之仇 错 因为日本人有 我都都都都都八百无虎 远远下西无能达 我见过很多人含害人 整鼓人的方法 但到今时今日来说 我始终觉得 对一个人最大的整鼓 就是生他出来 因为你一生他出来 我以上所说的一切 他都可以免费享受到 小朋友都懂得说 人生在世 不如意试十常八九 就是说是剩下的十分之一 是过瘾的 所谓积极的人生 都无非了 我现在那八九就试得差不多了 这十分之一我没试过 我现在真的去喝 人情又做了 麻酒又输了 鸡又老鱼又腥 鱼刺又稀 火器又恶 你说我不坚持 留到散值 包回几只靚橙子酒 那我还是人来吗 那当然了 第二次还去不去喝 就另一回事了 你妈妈都知道的 生你出来是整鼓来的 最糟糕你妈跟你又无怨无仇 她不认识你的嘛 有谁一生个儿子出来 我认得你 你真值得你 没有的嘛 她又跟你不认识 无怨无仇 对你这么大整鼓 就觉得不好意思 觉得欠了你 要还回给你 所以就对你这么好 所谓移类债都是这意思而已 那为什么 你老爸 又没有欠你债啊 不是 不过这个世界 有些人是欠债不还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问题 很多贷款制度是很不对的 我觉得一个人是不负责任 他要走你的数据 他怎么都要走到的 所以我们觉得 银行的贷款制度 以后应该是这样的 比如你男也好女也好 你走进来 这位小姐 沈小姐是吗 请坐 沈小姐 你又没有儿女 你有一个女 你的女儿有多大 有多重呢 很健康 读哪家学校 名校 沈小姐希望你不要介意一下 每一次你的女儿生日的时候 你会用大约多少钱 和她庆祝生日呢 让我查查 你成一半的人工来的 沈小姐 我们觉得你很符合我们银行的贷款原则 全力照顾一下欣怡 我们都会全力照顾你 应该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什么 不管我 有些人是 有些人都不贵 他 他每次都会做 他都会做 他都会做 他会做 他在做 他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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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人手指指 然後有人扔東西 然後才開始 但是我這個爸爸 就沒什麼在這裡精神 他可能和媽媽一起吃完飯回來 那個魚肉真是挺新鮮 整整一下我媽媽都醒目了 24小時進入戒備狀態 吃飯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航龍十八獎打齊 那時候我覺得很精彩很刺激 我經常想找阿偉基信 走來做旁述 我想一下我會害怕 因為偉基信都不是年輕 一年三百六十多天通宵很難受 你知道嗎 但是我家裡也不行的 天天這樣搞 所以整一下就不是了 大家有個協議了 不要這樣搞下去不行 爸爸媽媽就決定了 以後準時每天八點鐘開賽 九點鐘就打完了 我呢 我呢 也都是由那時候開始 就無心向學了 因為那時候我只顧著在學校賣入場票 我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找到一些 但是真的可以找到的 就是靠賭拳 如果我爸爸贏 就十賠一 我媽媽贏就一賠十 當然我媽媽贏就不是她打贏 而是意思呢 即是說她一場比賽裡面不大聲 叫多過五次 那她就算贏了 那我覺得那時候來講 真的 都勝負各一半 但是在我心目中呢 我媽媽已經贏了 因為我媽媽呢 那時候要做事的 換言之是打業餘而已 我爸爸就不同了 我爸爸沒事做 在家裡也是喝淚固醇而已 那你已經是全職對業餘 如果你還是這麼沒有體育精神 你知道吧 通常他們打已經是可以拳腳交加 可以出武器了 有一次 我媽媽呢 就出把小剪刀剪手皮那些 你以為我爸爸出什麼 出菜刀 那我媽媽當然不夠打 就扯戰就扯退了 退了進去廁所 我爸爸就追 拿著菜刀衝進去 我終於忍不住 此人太沒有體育精神 我一爛爛在廁所門口 然後我爸爸就跟我說 拿著一把菜刀 你是不是想打雙打啊 各位需要知道 如果我剛才跟你說 任何事情 有少少悲劇意味 這些都是歷史的傷口 我現在說的是真正的傷口 最糟糕的是我這麼大個人 從未試過 從未試過跟任何人打架 我經常覺得 你一看那個人 一看他 他整個樣子比你還好 那你無謂跟他打吧 你一看他 他都不教你打 他都還跟你打 他當然有秘密武器 我又未試過這麼大兒子 沒什麼皮肉之苦 最大皮肉之苦就是吃步妃那次 但是那次值得 因為我是為了準備 參加這些基筋三十 那現在 我爸爸是這樣拿著一把菜刀 你是不是想打雙打 很慚愧 我告訴大家 我當時我講不到話 講不到 我只嚇到賴尿 我看著自己的淺藍色的褲 變成深藍色 然後 幸好我爸爸也看到 他一看到就說 哦 你急尿吧 你急尿就出聲 媽媽 你兒子急尿啊 讓他進去吧 幸好幸好 自從那次之後 那兩年 我無論去哪裡都穿著 那條淺藍色的褲 我擋了不少去猜難 喂 年輕人有沒有錢 啊 你這褲會變色的 在哪裡買的 經過那次 我亦都在想 我這兩個老爸 和我媽媽 結婚的時候 原本應該是 大家喜歡大家才結的 都很少人結婚會 我求你嫁給我吧 賤人 很少人會這樣 那為什麼他們會發展成這樣呢 收尾 我不明白 但總之我已經決定了 我將來的 我的生活 一定要學他們 那但是學誰好呢 先喝口水 學誰好呢 小時候 有誰叫白雪公主 白馬王子 這麼純情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清楚 這個故事 白雪公主 這個故事 我很喜歡說 白雪公主 認識那個 是王子 灰姑娘認識那個 也是王子 後來有個變態女人 專門愛愛青蛙的 愛青蛙 青蛙變得出來那個 又是王子 即是說 這個王子 都不知道追求多少女 還是扮青蛙去追求女 這個不可以學 不用想 以後 學校有課書可以學 有一課的課文 就是講到 就是我小時候 不知道叫做建教 還是什麼社會 就講到 就是圖民並茂 那我爸爸呢 就帶兒子上學 爸爸去接兒子上學 爸爸去接兒子上學 很溫馨的 但後來我又看真點 看真點圖畫 那個送上學 和接上學 爸爸都不同樣的 兩個人來的 很難找到什麼 可以值得我們學習的 但是我幸運 後來我終於看到 金庸的名著 神雕俠女 神雕俠女的主角 楊過 是一個非常帥 好武功 好聰明 還有一個破碎家庭的人 他喜歡了他師父小龍女 小龍女天生麗質 不食人間煙火 他還有一樣 現代女性很多都沒有的好處 他的武功 沒有楊過那麼好 這一雙情侶 這一雙情侶 沒有 Jill流 你十分限裁 過得了 成長地 各位 待會兒 她為什麼 跟妳說 但是不只只促一個人 你看, 我對2020年 就算死了失踪了都不变的了 如果你能够爱一个人爱成这样 你还怎么会有家庭糾纷呢 你起码你不会打他 是不是 你打他又打死了他又不可以爱别人 你不是守生寡 我不介意好像杨过那样 在爱情上经受劫难 我甚至不介意好像他那样 被别的美女痴持 说到这里 我想大家都明白 当时我是怎么看自己 没错 我就是杨过 我和杨过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当时书里的杨过有一只大雕 而我是比较喜欢双丝和华美 我和杨过都是一样不耗名利 我从小到大都没想过要考第一 我只需要是爱情 我找到我心目中的小龙女 我随时都预备退隐山林 搬入新界住 我每个月只会出来市区一次 我不会逗留很久 我问妈妈拿完零用钱 我就会回到 没错 基本上我中三至中五 都在这么超然的心态之下度过 那时中学很流行辩论一个问题 就是中学生应否谈恋爱 多余啦 应该辩论的是中学生应否读书 当时我见到我周围的同学 每日不是拜阿就什么事 每日为了热门试题 在图书馆和书局榴梿 频频扑扑 形形逆逆不知人间何世 但是只有我心目中 只有小龙女 江山笑 烟雨遥 小龙女 如果你看过那本书 你就知道小龙女有多难找 那时电视不是有个什么 陈玉莲做过小龙女的 我不知道你能够怎样 我自己就觉得 真的挺好的 说真的 当时我认为小龙女最需要具备的唯一的条件 就是漂亮而已 漂亮就可以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样看是很肤浅 但是当时我还小 我不知道身材都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喜欢我 我们以前和时累不过 没有关系 我一未知 我们人的中心 我们月亮 这些条件 沒錯,就是一位女士的容貌 我告訴大家,我和我的同學從小到大沒有一個喜歡看大力水手 阿帕牌我不知道怎樣,布魯圖也挺man的 布魯圖會喜歡這個,奧利花 奧利花何時買衣服的? 樓下叫衣裳粥,在街上買衣服 事實上,我想為何今時今日我有那麼多朋友是同性戀 就是因為看這套東西看得太多了 即是如果你要我和奧利花,我情願同布魯圖 我去 metaphor呀 是啊,各位女士,真是這樣的? 我們男人是門面的動物來的 我们见你门面漂亮就进去 我不管你大院啊 先师啊百货啊 怎么样啊 漂亮我们就进去 你劝也没用 阿强啊 都说了里面没货买的了 那些货不适合你了 你不要进去了 你怎么会不对啊 这个门口这么漂亮 这里不对 阿强啊 我说里面没货卖就没货卖了 你要相信我才行的 我光顺过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蒙罗丽沙你知道是一个世界名画 你放两幅蒙罗丽沙在里面 你问个男人哪一幅是真迹 男人一瞄一瞄 还用说 当然是这幅了 这幅这么漂亮 阿不是 应该是这幅 这幅低胸一点 女士又不同了 女士就会告诉你 应该是这幅 因为这幅的cutting是今年兴的 女士还会告诉你 我说你听 漂亮也有分货卖漂亮 还有嗨漂亮的 说真的 我嗨也好 嗨也好 当时我真的没什么所谓 只要你不要太明白 马实就行了 我嗨的东西来的 你嗨得多少 所以以我当时来说 其实我是很乐观的 因为就是漂亮就行了 说真的 不要说全香港是我们的现场 也有很多 是吧 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些小龙女 从来不会主动去找羊过的 她不会在街上看到 你是不是羊过 你的小龙 约一起出来 七点半 七点半 不会的 永远我们这些羊过 要去采取主动 很惨 去采取主动示爱 不要说示爱这么困难 可真是 这边 年纪和我 很多人都在管 年纪等 小时候 小时 你去各派 了 他小时 热灯 黑火 过后 人家都在乡 有点 意外 有点 就不得了 有点 吃檸檬的魚 你一向沒有宗教信仰 忽然之間你都會跪下了 祈禱上帝 如果你想我過去跟那個女生跳舞 求你給她的神跡我看吧 這個時候你就見到那個神跡 你哪一個人點擊之煙都在點不著 於是你就知道 上帝已經揀選了你 你是魔勢 你一踏踏出舞前整個廳的燈都著了 有人在跳舞好像紅海那樣分開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一踏踏出來 This girl is mine God gave this girl to me 小姐姐姐姐姐姐 上帝要你跟我跳一隻舞 沒有沒有沒有 小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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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看了你五秒了 上帝已經懲罰得我好交關了 去過派對已經是這樣的了 你還要我去示愛? 你知不知道對一個女生說 小姐 我喜歡你 我向你示愛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拿把刀 將自己的心 切開它 拿個心肝出來 小姐 拿去洗 如果別人肯說 好 拿過來 挺有趣的 小姐 你也不可以說 小姐 你不用了 不要浪費 因為我們剛才說 她說了 你愛人一次過愛 人家不愛你 又收回你 豈不是很貼 那就死火了 就是說她不愛你 你可能要守生寡 那怎麼辦 大哥 好 我試都沒試過 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個方法 就是你找一個一定愛你的人就可以了 你選一個一定愛你的人 你就不用無端端無孤孤手生寡 不過當然了 別人一定愛你 質素就要將就一點了 就是小龍女就沒有了 但是小龍女有個同學叫小甜甜 小甜甜 很嚴熟 功課不是很好 但是她家政夠高分 最重要是小甜甜主動對你有好感 說起來我認識小甜甜 不過人世鬼大的 就是 但是我那個時代 那些年輕人 最多就是去公園逛一下 曬月光 小甜甜經常帶我 做一些大人才做的事 她經常帶我去看樓 看家具 但是好景不常 很快 小甜甜的家人 就要她去外國讀書了 那次是我這麼大個人 第一次送機 我哭到死去活來 因為我認住我要守生寡 小甜甜都哭到死去活來 因為她認住我守不到 但是你不怪得我 大家應該明白我心中的矛盾 我是楊過 楊過配小甜甜 那東邪西毒那些 就變成精靈爸爸 IQ博士 所以很快就告吹了 但是經過那次失敗 我跟自己說 那你又說我一次又不再 我不要提那些 總之我不要再犯錯誤就行了 總之以後無論如何 我沒有被拒絕的危險 我沒有被拒絕的危險 我都要找個小龍女 世事如期 我真的找到個小龍女 小龍女沒有拒絕我 不過也沒有答應我 我不知道究竟是我IQ低 還是那些小龍女比較無厘頭 我從來都想不到 究竟她們心中在想什麼 好像這個小龍女 我給她電話 這個小龍女叫Mary 喂Mary啊 不如今晚出來看 九點半 九點半都不好看的 那不看九點半 九點半不好看 就看七點半 七點半好看一點 不看就算了 那不如出來吃飯 今天借租啊 爸爸回來了 你爸爸是做官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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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吃飯了 今晚你吃飯出來走走 那麼遠 我都未說去哪 不走就罷了 那不如晚一點你給我電話 電話都談不到 那我們在做什麼 算了Mary我不想繞圈了 OK 你老實實告訴我 你喜歡我或者不喜歡我 一句說完 你喜歡不喜歡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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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剛才去了開門 你說什麼 小龍女就是這樣 你沒辦法知道她在想什麼 你唯一知道她在想什麼的方法 就是透過看笑頭而已 啊 如果下個站 旺角沒有人下車 那小龍女就喜歡我 裝 如果這套三級片是有女人做的 她就喜歡我 裝 如果這麼大的場館 是以下下來的這三秒鐘 都沒有人大聲喊 那小龍女就喜歡我 你很難看 嗎 呀 那小龍女 這世界很難看 那些人 三秒都快完全結束 你也要騙一騙 但是不要緊 一次半次 終於過了很多次 很多次的笑頭 終於發現Mary她真是喜歡我 我終於都知道什麼是初戀 我终于都知道什么叫怕 怕什么 怕死 你知道吗 我都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我一初恋我就怕死 以前我是完全不怕死的 我常常觉得 我怎么会死呢 是古时的人才会死的 那些人说 读历史啊 美容 读历史坏了 谁死了 你有没有看过哪本书 有婚军王子华什么什么 没有啊 宦官王子华 没有啊 从来都说 我怎么会死呢 而且说真的 就算死啊 也有什么大不了啊 就像当时我小时候家 隔壁住的陈思拉和陈生 我常常听到陈思拉 是这样跟陈生说的 阿陈 真是在劝他 阿陈啊 你常常坐在那里那么闷 那么多人去死你不去死 那阿陈就会出了街的了 那好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 阿陈就回家了 然后陈思拉又会说了 死回来了 不死久一点 就算你要死了 喝一口 有什么大不了啊 你的心理 你真是去去街 还有什么大不了了 还是 还不xter 你这个 你是想这样 你这个 啊 死不是去街上 死是什么 是失去你心爱的人 或者失去你心爱的东西 我以前是没有心爱的东西的 有 有一套HIFI 但是我不会失去 我都没买 但是 我随时会失去Mary 如果她死了怎么办 而她死的可能性真的很高 你想想我们现在 你走街 你可以被人逼死 被榴弹打死 被人扔死 你搭车可以逼死 塞车塞死 或者被人车去荒郊野岭 先奸后死 你留在家 会被电视门死 被家人吵死 等厕所等死 或者是垂楼窄死 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我今天见到Mary 我明天未必可以见回她 所以那时候 我每一次送Mary 送到她回家分手的时候 都是手标广告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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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你真的好 为什么你去厕所去这么久 那时候我生存就是为了爱 那当然我现在大过了 我知道一个人生存可以为很多东西 但是小时候我不知道 小时候你现在做了成人 你知道一般的成年人 生存就是为了放工 马迷生存就是为了星期三六日 明星就是为了做歌星 歌星就是为了退出乐坛 民民分子就是为了吃步飞 为什么要被坦克车撞 就是想跟邓小平说 我们不要你怎么送 我要吃步飞 但是我小时候我不懂得这么多这些东西 我生存唯一一个目的就是爱情 但是生命又是这么软弱 不行了我要24小时陪着马迷 因为我会整天没了它 很容易没了它 我不回了我不读书 但是如果我再不上学 我已经低了它两班了 我如果我不做事 我又找不到钱找不到钱 迟早也是饿死它而已 为什么爱情这么矛盾 为什么爱情这么矛盾 谁可以帮我解决这个矛盾 我本身那样的划 E&Merry 还是要是阿Merry的方法 以前Merry跟我说 方法太简单了 她说 王梓华 我不喜欢你 那就解决了 以前我人生又向前迈进了大步 我开始失恋 但我觉得失恋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真的觉得失恋是叫人成长 以前我觉得做什么 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是有答案的 譬如你说我们做人 我为什么要做人 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为什么每天要九点上班 为什么每天要九点上班 因为够钟 为什么每天我们有九点 够钟这个东西才行 因为你们不肯用浮动上班时间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 为什么有战争 因为我们有武器 为什么我们有武器 因为他们有武器 什么东西都是有答案的 直到我失恋 我问Merry Merry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Merry就给了一个很经典的答复 她说 爱情 是没有为什么 是没有解释的 是没有解释的 不要问 如果阿sir 问话都可以这么回答就好 王子华 我说 炎烧 为什么要养气 阿sir 炎烧 为什么要养气 是没有为什么的 不能解释的 不要问 不行的 同样我也不行 Merry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你不要问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我们不合适 因为你不是杨过 为什么我不是杨过 因为你又不英俊 又不聪明 为什么你不订 煮费给我 慢慢做 你什么事情都会问为什么 那些事情问 为什么你问不到答案 你便会不做 为什么我要上学 为什么我要读书 为什么我要吃饭 为什么我要怕你这个纹身佬 为什么我要怕你这个纹身佬 为什么我说话说得好像吴振雨 但是相对之下 这个为什么时期 都是属于比较冷静的 接着就进入全感性的 黄结时期了 分离从来不已 这个你我做而知 对不起 忘记了是生日派对 我再唱过 我再唱过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一会儿切完生日蛋糕去玩 我先给你电话妈妈 喂 妈 我不包她吃饭 我和朋友去玩 我先给你生日蛋糕去玩 那天 我们是所有庆幸场俠 最受欢迎的人 恭喜法财黎石头来 不过你黄结黄得奈 你自然会明白 就好像一个患了绝症的人明白 他一定要死 没有希望 同样你也会明白 一段感情过去就没有希望 完结 终止 是啊 是终止 那一次终止 那一次之后又有下一次 下一次之后又有下一次 如是者十四次 如果戀愛系打拳 我从十六岁那年开始 每年平均打一场打到现今 比营量级 雨量级 重量级 沉量级 可以打的我都打完了 我的战绩是十四场全赴 八场输点数 五场被击倒 一场被取消支架 就是小甜甜那一场 每一次打拳的时候 我都会录下它 我看看自己 究竟我犯了什么错误 那么坏 每一次都打 我每一次都发现一些 我自己都感到不敢相信的东西 每一次打吧 每一次打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说 不打了 不打了 我以后都不打了 小姐打回场了 好吗 我不可以天长地久 不可以天长地买 不赶到哪一场 白小姐今天好像來了 在哪裡 打回場好嗎 不過說笑而已 我沒有資格跟白小姐打 因為我不是天長地久 我更加不是楊國 我只不過是一個情長的爛仔 但你不怪得我 我們做人有今生無來世 我拋個身子出來愛 難道有得愛不愛嗎 將來沒人愛難道你愛我 我雖然在香港沒得愛 我就回到大陸愛 我不是歧視大陸的人 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大陸有個表妹 她是農民 很純樸的生活 我回到去我竟然荼毒別人 人家一早四五點 就去擔水斬柴去開田 我就想在這裡 討人歡心 啊表妹 難怪你身材這麼fit 這麼早去做Aerobic 人家耕田 耕到日落西山 新水新汗 我就會說 啊表妹 你事業心真是重啊 人家晚上已經很累了 哪裏都不能去 坐在天井裡盛一下涼 我又會說 表妹 你真是乖的 都沒有夜生活的 怎樣夜生活啊 下去田基 跟那些田基唱卡拉OK嗎 然後有一次我還 我還無恥到 我會說 每天都是這樣,有什麼特別呢? 表妹,你每晚都上來看星星,你真是浪漫 你跟誰看?水坑口的阿強? 你不要跟他來往,他爺爺是地主 我怎麼只是情場的男孩? 我簡直是情場的四人幫 我找政治因素打擊我的情敵 我照著快鏡,黃梓華,你怎麼會弄成這樣? Wash your mother, put it down 他已經死了 但是不是一個好的經驗 當你十四次失戀,你會喜歡發現 你想回,不行 我最初我是洋過來的 我說過我很有原則 現在我要將我的錯誤一一改變回來 所以在我第十四次戀愛失敗之後 我終於決定 我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來表示我對愛情的見證 自殺不是一樣人人都可以做的事 我這裡聲明,不要亂做 因為一般人自殺都是想著九死一生 因為無論你怎麼想死 你都還抱著有一線的生機 但我的自殺是要保證九生一死 所以用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當時我用了三十六粒被敏感軟 八盎司煎酒兩瓶七起 原本想用蝦片薯條 但是那一陣子比較熱氣 那服用的方法就由四點半開始 每隔數分鐘吃點丸仔 喝點煎酒一般七起 每隔數分鐘就吃點丸仔 喝點煎酒 一直剛剛到五點鐘 那時我同屋主就回來了 他是讀醫科的 趕快幫我進行搶救 把我喝的煎酒 他趕快喝完 好同屋啊 經過那次自殺之後 有兩個很重大的改變 第一 我鼻敏感好了 我現在沒有鼻敏感 我基本上聞不到東西 第二 我一直強調 我的愛情生活 我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不可以重蹬我家裡的福設 那一來你要做得好 當然是在情場表現得非常出色就行了 但其實有一個簡單得多的方法 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想到 就是你完全不要踏足情場就可以了 那你就一定不會犯任何的錯誤 以後你還跟我說愛情 不要了 不要了 還有我想清楚在我自殺的時候 為什麼愛情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 因為很多人以為愛情是part time 你聽過很多人說 阿珍 我放了工的時間都給你了 你還想怎樣 你就是這樣 你就是這樣 你就是當愛情是放了工才做事 是part time 愛情不是part time 你不可以說 愛 做完就走 不行的 愛情是嗎 愛情是 是一檔生意來的 沒有分全職 part time 就是人家過年過節 放假 你還要開OT 行花市 買桃花 行街看戲 諸如此類 是不是 你正如當做生意 你要懂得供求之道 你這個對象 就是你的客人 他是哪類型的客人 你是不是有獎品送 不是這個口技 我知道 口技 你要懂得供求之道 你客人 你的情人 究竟他是三毛 還是葉子眉 他需要的是過去 還是過戶 你也要知道自己的資源是怎樣 究竟你是你打筆腳 還是張三理四 你是照傳我恨醜 但我恨溫柔 還是成灰安 我恨溫柔 但我恨醜 你要懂得外圍市場的走勢 即是說 到了情人節 抹車都懂得說 嘿 現在情人節還送 什麼玫瑰嗎 就是送的 聖安娜花 你正在說 阿嬸 劍欄怎麼賣 你要懂得 你的對手是誰 我沒有對手 你以為你是專利巴士公司 就算是都有兩間 過了海的客人 就不是你的 有沒有想過結婚 那要向公眾交代 那就是上市了 整個愛情很嚴重 戀愛就是一檔生意 愛情就是它的利潤 問題是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潤要什麼 他就是做戀愛這檔生意 是很不值得的 有些人會說 我想要的利潤 其實就是 過了週末 有人陪我去淺水灣 山下埔 那你買一隻隔力狗吧 陰哥 有些人不是 我要的利潤就是 在我心情低落的時候 有人吻乾我臉上的淚珠 有沒有試著手筋仔 毛巾 有些甚至乎 他要的利潤是什麼都說不出 我要我要 我要 煙之淚 流人醉 幾時才 正是人生長恨 水長冬 那你又去參加校制朗誦比賽 根本你連你自己想要什麼都說不出 你就去做戀愛這檔生意是不值得的 你講不講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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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不出 那就可能近了 那就可能是愛情了 那你就要有心理準備了 那就是說 就算你不當愛情是一檔生意 你都起碼要當它是一份全職的工作 所以問題就不是說 中學生應否談戀愛 而是 一個人應否有兩份全職工作 你是要跟老闆交代的 阿幫士 就是 昨天呢 我 我就找了一份戀愛 不過公司的事情我照做 我搞得定的了 然後你老闆就會醒你了 那你不如找多一份戀愛 你就有兩份工作 你就不用回來啦 愛情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但是這個世界 還有另外一件更加困難的事 有時對某些人來說 就是 性了 這件事一定要喝點水 啥 ást 挖手 如果你 他寫著 不像一個很色情的人 像吧? 頭這兩個妹妹… 對不起,18歲 多問真一點,我們是很民主的 為何你會說像?你看到哪一塊 真的不要緊 你男朋友又不在 不要太害羞 這位小姐,你覺得我的樣子像不像很色情的人 完全沒有整容化妝 你很鈍 很鈍 鈍的人都很色情的 有些 覺得我很色情的人大喊一聲 我不管你們怎麼說 我覺得我一點都不像很色情的人 我覺得自己甚至乎有些書卷氣 我外形 講完一句 是跟我的內心很不相襯 你們很正確 我是很色情的 我教大家看這照片 你不要說她很色情 你看看你旁邊那個 我教大家看這照片 我教你,你看看你旁邊那個 OK 真的,看清楚一點吧 啊 男女都會用的 一個人是否色情 就看看她有沒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就色情 沒有未必不色情 有 但是有就一定是 唉 你真是很噁心 王子華 我都覺得 什麼色情 姓人也有說 食色 姓也 有什麼 什麼色情的 說得那麼畸形 食和色 是很不同的 各位 我任你怎樣餵食 你會不會給三四十塊 或者給一百塊 入牆看一套 精氣騰騰小籠包 或者 雜果沙律齊齊上 我任你怎樣餵食 你不會為了一塊帽子 包著牛仔 看得被車撞 我會被車撞 有甚麼很多人 知不知道 大家不要忘記 今年 那個中國名畫家 范曾離開中國 她說 我愛江山也愛美人 她不是說 我愛江山也愛椰菜 當然幾年在法國居住得很久 她可能會說 我们是真是很咸识 而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很小就咸识 我刚才说戀爱 说真的 我不到中二中三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戀爱 但是咸识 我一年班小学我就咸识 一年班小学我已经不玩玩具什么 不是 应该这么说 我小学一年班 我唯一最喜欢玩的玩具 就是性伴侣 但是没有 那为什么呢 一来当然是因为玩具反斗成 没得卖了 是吧 第二就是我不敢问家人拿 这些人会说 童言无忌 小孩子怎么会不敢 你错了 各位姐姐 各位妈妈 想真一样东西 如果你的小朋友跟你说 妈妈 我对男人和女人的分别 很有兴趣指导多点 你带我入女廁研究一下 你会不会带她进去呢 你当然不会 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笨的 我们会说 我叔叔呀 我叔叔呀 好急啊 好急啊 爸爸带呀 不急啊 是吗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性这件事不可以乱说的 如果你被人说 百艳星 环皮仔 瘟皮仔 别人是变相赚着你 聪明伶俐而已 但是人家如果小时候 说你是色彩 那就是赶着你了 陈小姐 我介绍一位新同事 给你认识一下 颜色仔 不行啊 这件事 但是 但是我不管得这么多 当时我实在太需要 一个性伴侣 于是有一次 有个家庭的聚会 我的舅父亲戚来 我的舅父就拿着一杯养命酒 鸡汤那只 你看看我印足几血 我舅父就拿着一杯养命酒 跟我说 阿子华 你喝了它 我长了一把枪给你 大人这种药袋旁 我一口气拿过来 喝了三杯 我不是想得稿枪 我是想喝大自己 让我有足够的胆量 跟大家说 我没醉 我要个性伴侣 我要个性伴侣 我没醉 我真是说了 但是我都得不到 我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喝了三杯养命酒之后 我真的变成危康 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会想要这个生命女 你会想要一个生命女 你会想要一个生命女 是不是 但是那次 不是这世人最大胆的一次 我觉得我这世人最大胆的一次 我这个人最大胆的一次 就是 就是 就是當我看她買我第一本的成人雜誌的時候 那年我十二歲 我已經看了很多年姊妹的了 每一次媽媽走過都要解釋 媽媽今年春季輕雪房 但我已經很厭倦這種生活 我要有自己的雜誌 其實我已經去過報攤問過報紙人買很多次 每一次都買了一大堆老夫子 兒童樂園什麼回來 這次不行 這次我一定要成功 我好記得那天我離開家門口的時候 我的心情和當年京哥離開燕國去刺殺秦皇的心情一樣 你是否要被驅殺 你是否要算大堆老闆 你如果要這麼了個環境 我去看著他們 你去看著腦袋 那些日子 我去看著他們 你去看著我 我去看著你們 十四歲 都好像十二歲那一年 我記得還是很年輕 你知道那時候是沒有三級制的 你夠膽 你就可以去看成人電影 問題是你夠不夠膽 你是甚麼身份 我告訴你我是甚麼身份 我會一個人去到戲院 去到檔檔那裡 大哥 要多少張票 兩張 嗯 前座 前座好嗎 後座 後座 啊 看不起他們砍的那班人 十十歲了 大哥 麻煩你 謝謝 謝謝 相对论是什么 你爸爸可能 问什么 神经病 问完无聊的东西 但如果你问 因为他不懂回答 但如果你问爸爸 爸爸的姓是什么 就算他不懂回答 起码可以示范一次吧 这里有谁看过爸爸妈妈示范的 我想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爸爸每到九点钟就会说 儿子 还不去睡 九点钟你就叫我去睡 你当我农夫吗 不用 我要看《欢乐今宵》 对啊 叫都不听了 对啊 儿子要看就由他看了 喂 我明天回早 现在你是不是不想 不是的 可能大人其实不介意 说多点给你听 甚至不介意示范 不过他们不知道 你有什么需要 他们不知道 看着我整天拿着一本 姊妹真的大过想做留培基 其实每一个大人都知道 不过每一个都诈作不知 是不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那个阶段 好吧 外面的人我不管 如果你在家里 你都诈作不知 你是这么虚伪的 好 以后家里就当是社交场合 大家以后客客气气就算了 妈妈说 叫爸爸回来吃饭 喂 爸爸 家母问你 回不回家吃饭 妈妈 你先生说家常便法 不要打扰你 小妹 凌川中叫你到街上买报纸 为什么我不下 我是令兄 信不信令兄 盖令寿堂的千金 学校有没有帮过我们 一说起来很有趣 不要说这一笔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 从来没有一个先生告诉我 读书是为了什么 好奇怪 不过我自己不是笨人 我懂得想 读书为了升班 但是 有一年有个先生 跟我们说了一番说话 我又莫名其妙 有个先生 跟我们整班说 他说 喂 你们整班这样 这样不行 不如你们整班 申请留班 读好些书 我读书为了升班 现在留班为了读好些书 !", 好 后来有人跟我说 读书就是为了你将来 你的生活会好些 说真的 各位 我们现场有很多人很努力 因为工作20个小时 找很多钱 但是也有些物浴不是很高的人 每日工作8个小时就够了 对吧 我物浴都很低 我只是读四科 連體育行不行 直到很後來我就明白 為什麼我們要讀書 我們要讀書 就正等於馬克思說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是令到他們不要想那麼多 讀書就是青少年的鴉片 現在對了 一律全日制 大家想少點東西 我很早已經發現這些陰謀 但我一直忍他 我從小一忍至中三 因為我知道 只要我忍到中四 就有一科叫做生物學 在那科生物學裡面 我就知道什麼叫做性 我終於忍到中四 終於等到上生物學那一課 終於講到繁殖系統那一課 那老師一進來 用四十分鐘講完我等我九年要知道的東西 這個就是糕丸 精子就是可以製造的 這個就是子宮的杯湯在那裡形成的 Goodbye class 他講消化系統都講了三個星期 講大腸小腸都講了三課 有圖片看 我要看大腸小腸 我去吃夾底粥 那時候我很生氣 我真的生氣得很厲害 大家對不起 我生氣得想跳樓 但我又不夠膽 我所以叫別的同學去跳 但是後來我終於都懂得安慰自己 黃子華你傻了 你一切的孤獨 你一切的孤單 恐懼 都會過去 隨著十八歲的來臨就會過去 真的 十八歲之前那三天 沒有一個人來跟我慶祝什麼 到了十八歲我的親戚朋友來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到十八歲 如果你犯法 你就要去坐牢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到了十八歲 你就要為你自己做的事負責任 但這件事是多餘的 難道十八歲之前做事 我們不用向自己負責任嗎 難道十八歲之前 我可以隨時鐘出馬路 我不相信 我還沒叫十八歲 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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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十八歲之前 我可以不負責任 踩個紋身腦一腳 紋身腦會說 臭小子你未夠十八歲 我引你 不是的 傻仔 到了十八歲 你就到達了做愛的合法年齡了吧 我們做愛是因為合法的嗎 剛剛到達十八歲生的 做愛 我以為大部分人做愛是為了高潮 為了快感 我了不中餐長 而是為了孩子 人生孩子 可以為了 那天 怎麼做愛 但在另一方面 按照著大自然的節奏規律 按照著人體本身的生理機能 有一天你會忽然間發覺 這裏這麼鬼馬 讓我看看什麼事幹 還鬼馬 是這一天 你很希望親戚朋友來到 告訴你 恭喜你 你是鬼馬 你很希望政府頒個鬼馬證給你 讓你可以光明正大出來跟別人說 我鬼馬了 Happy鬼馬 to me Happy鬼馬 to me 但沒有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每一個人都認為 等幾年了 等到十八歲 你就沒事了 如果你去餐館叫 送別人跟你說 行了 正在蒸了 過四年了 來吧 說起來 我覺得我也很幸運 在我等待的這麼多年裡面 我沒有犯過任何色情案 但是其實我想真的 我不是幸運的 因為我有一個秘密 我跟大家說 這個秘密 為什麼我這麼多年來 都可以奉公守法 就是因為我有大量的自助 你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奧林匹克沒有這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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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運會就來有了 我一向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三樣很偉大的發現 第一就是牛頓發現這個萬有引力 第二就是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 第三就是不知道哪本雜誌 發現了自助基本上對人體武害 第二就是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 這也是唯一令我覺得現代的青少年 比我那一代幸福 就是他們每天起床 起碼他們不用怕 我…我是不是憑血呢 好像看東西沒那麼清楚 但是不要這麼快高興志 因為我前一兩年 我跟一個性教育的專家聊過 我就問他有關這方面的意見 他就跟我說 他說 是 自助基本上是對人體武害的 但是性這件事 沒有了你也不會死的 所以如果那些青少年來問我 我想整天自助那怎麼辦 我就會叫他打球 我又想 如果打球可以代替性 那些機構是不是應該改名叫做 大富豪波地 中國城大球場 為什麼我們這些成年人 不可以好好地對待一下青少年 正正面面地跟他們說一下 小明 小明 是 你出來吧 是 你已經自助了七次了 今天很勤奮的了 是 很勤奮的了 是 很勤奮的了 是 小明 誰人都知道了 現在自助基本上是對人體武害了 是吧 但是我想提一提你 你這樣繼續下去 我恐怕你跟那些女生 不可以有正常的關係 你知道嗎 自助就像看錄影帶一樣 很爽的 因為一不高興 你就Fast Forward 她也不喜歡看大電影 因為大電影不是看大電影 不是看貌高潮的 同樣都是一樣 你這樣搞得多 你看到女生就只懂得說一句 Fast Forward 但是女生不可以 女生是大電影 女生之前要賣一些廣告 會有些畫頭的 在進行要講起承轉合 有時候有些主題以外的東西 就算完了你不可以說散場了 不行的 那你寧願看錄影帶 就是我一個人勸他不行 那就需要大家一起勸 大家我們成年人勸人不要生孩子 在前幾年就賣光廣告可以找彎德慶 兩個就夠了 男子有責 那我們願青少年不要自俗這麼多 是否起碼都應該找一對Beyond來唱 是你多麼溫馨的摸光 叫我堅毅望著淺路 丁足我兩次已經夠了 是否應該是這樣 但是我們會不會這樣做 我們成年人 我們當然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成年人自己都過不了 九七主權過度了 中國中共答應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你相信多少 我就有些是怕怕幾 我怕起碼言論自由 過了九七我不可以好像這樣說動篤笑 但是他也有實牙實指另外一樣東西 他也有實現 要不理會 獨立你 然後他也有實力 他也有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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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一百萬個顏色老人走上街 喬雞無罪 召忌有女 你猜 你猜嫖客不知道 這世界有什麼叫愛之病 不知道性濫交是很危險的嗎 他們不僅要濫交 還要找一些專業濫交的來濫交 別這麼壞地說我濫交 我不算是濫交 我每次都會找回阿鳳 還有 那是有點危險 你們吃雞泡魚就有危險了 你又不是想吃 說真的 可能我自己孤陋寡民 我沒有認識一個人吃雞泡魚這麼大 就算有 那些人都不會儲了 儲了一次去泰國吃吃勁的吧 不過說歸說 笑得這麼有趣那些 你小心 說歸說 我覺得愛之病又不是一件什麼壞事 想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知道愛之病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有七年的隱藏期 就是說這七年裡面 真的 你和你伴侶以外任何一個 咦 離那一手 你已經是沒有得保證 你的伴侶又沒有得保證 你伴侶的伴侶又沒有得保證 你伴侶的伴侶又沒有得保證 就是整人類都沒有得保證 我覺得現在 有這三年的 他就要你 如果有那種 現在 他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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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上來找你 你這樣你都不相信我 這樣都不肯減二百元 當然要減價 因為大家知不知道現在公價是多少 當然沒有人會說知道 我家人都很壞 反正你們倆說我最色情的是我 我都想知道 公價就是我們香港的制度 聽說你去夜總會 然後找女生 然後再去搞這些 OK 由你開始去夜總會開始計算 二百元 不是 二百元是坐的士 二千元一次 二千元 已經是很愛你的 不能減二千元 藝園這些不止的 那當然我這就是正牌的有價務士啦 我家是二千元 你有沒有想過二千元就是多少錢呢 二千元對我來說老實實 就等於我大約五分之一個月的人工 五分之一個月的人工 換言之就是我工作辛苦苦 工作了四至五天左右賺回來的酬勞 我看了老闆臉色看了四天 你叫我一晚洗了它 就是啦 你看人做老闆看了四天 自己都要找一晚做老闆 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是呀 這個性這件事壓迫得很緊要 但是說真的 我很老實跟大家說 不要懶惰那樣 我就不會去的 因為我不捨得 二千元我想過了 如果我可以引到六百次 上次做的還是五百次 如果我引到六百次呢 我可以在黃埔花園買樓 所以如果我每次去這些呢 我就會承認住我的房子越來越小 阿房 噢噢噢 沒有了廁所了 阿房 噢噢噢 沒有了廚房了 阿房噢噢噢 對不起關二哥 你的位置都沒有了 不行啊 但是說真的 我想以我的人才 又不用去那些地方了吧 是呀 OK 是顏色一點 但是 現在 這個市面上有一件事 近年來叫做 One Night Stand 有沒有聽過 無水情緣 不用怎麼用錢的 你去那些酒吧 穿得比較安靜 那就請個女生喝杯酒 聽說不用很英俊 現在 即是我也合格了 你會說有型的就行了 別的東西我不懂 有型的 有型的我最懂得說 OK 示範 Shit I mean I mean You know 最緊要的是 去你那裡還是去我那裡 英文我都懂了 Your place or mine 一起說一次好嗎 發文 Je vous je moi 是個越南人教我的 那次我們說九七之後去哪個問題 識笑的很聰明 I mean shit 我預備好 但你是不是真的預備好 大家知不知道 One Night Stand 真的是一件什麼事 One Night Stand 通常在那些地方 半夜十二點鐘之後才開始 那些人才出動 那你去得來 找得獵物 搞得來 起碼一兩點的了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你一早早九點鐘 要上班七點多鐘起床 從七點多鐘搞到晚上 一兩點 你起床十九二十個鐘頭 你需要是休息是睡眠 你還去找女人 你現在只是一個 剛剛跑完馬拉松的人 Je vous je moi 你頂不頂得順啊 你的體力 Oh shit 我頂得順 但有另一件事我不行的 就是去你那裡 還是去我那裡 這件事如果入到我後中 你就會變成會是 Shit 去你那裡 還是去我媽媽那裡 Shit come on 是啊 我是和我媽媽住 So what 我會叫我弟弟出大廳 那上格就只剩下你和我了 Shit 好少女生喜歡這些安排 好少女生喜歡這些安排 但是竟然有一次被我發現到有一個女生 她還自動提供地方 她還自動提供 不用現在提供 OK 做完秀 那我當然 我當然 真的說了這麼大 這是第一次 真的開心到 好嗎 趕快上的士吧 不要等了 好嗎 上的士 然後一直很興奮很興奮 然後在旅途的途中 我突然想起 這個女生她不認識我 現在她叫我回到她家 當然不是因為她愛我 是吧 她當然覺得我很棒 好嗎 等一下我表現要非常出色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樣 我除了跳麻包袋之外 沒有一樣運動可以入到總決賽 那次都因為麻包袋穿洞 我可以跑而已 可以控制到的肌肉都是這樣 不可以控制那些我是沒有把握的 不是吧 不是了不是了不是了 怎麼辦怎麼辦 等一下一到她那裡 我跟她解釋 我第一次而已 然後我去到她那裡 我沒有機會解釋 因為她一關門 轉頭來轉就跟我說 Fast forward 果然啊, Fast forward, 很快, 完結了 然後就很尷尬, 那些氣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很尷尬 所以, 沒什麼說 那我就想帶起話題, 打破一下門局 Hah! Shit! 我們每次做完這些事 好像很… 你知道嗎? 好像很空虛一樣 然後女生說, 你覺得很空虛嗎? 我有辦法, 她在床底拿了一件東西出來 Game Boy 那晚我連玩Game Boy都輸了 然後第二天, 一早就離開那裡了 我臨走的時候, 我回頭看一看那女生 那女生, 很捨義地挖在那張梳化上 Bye! 看那一眼, 我就知道我這輩子 最大的失敗 不是家庭 不是愛情 都不是性 我這輩子 我這輩子最大的失敗 就是我不可以像這個女生一樣 那麼灑脫 我看她的眼, 我知道她對性 她看得很輕 她對男女之間的關係, 她看得很淡 家庭, 我想她想, 她都沒有想 我這個時候, 我還犯了 One Night Stand 裡面最大的錯誤 我的感情放不下 我愛上了她的房子 她的房子裡每一樣電器我都很喜歡 所以我跟她說 小姐, 你介意我借用你這麼漂亮的Hifi 跳一隻母嗎? 不是, 我自己可以跳 不行 卻沒我心上癮 夢裡天天見著你 此時曾相識的一個人 那傷癮 此時曾相識 謝謝